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I设计项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学习了色彩系列里的橙色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学习黄色 那么究竟这个黄色系列里面包含哪些颜色呢 它对于我们的一个设计作品又有一个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心理作用呢 我们首先呢,打开 Illustrator 在这里呢,有12个颜色,是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这些颜色 它们都归属于这个黄色系 首先呢,是柠檬黄 柠檬我们都知道,看上去这种青黄色 在未成熟的时候呢,它是一种青绿色 渐渐的成熟的时候呢,它会由这个绿色 逐渐的像黄色靠拢 看上去也是有一点冷的感觉 黄色呢,本身是一个比较明亮的感觉 它的波长应该在534到612左右的一个波长 仅次于红色 我们都知道红光的波长是最长的 而这个黄色呢,仅次于它的波长 所以说它这个明亮度是非常高的 第二个颜色是金丝色,金丝雀色 取自于这个金丝雀的,金丝雀的一个羽毛 第三个是个黄色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明度比较高的黄色的背景下面呢 就是色块下面呢,那么白色呢 在它上面会显得很苍白,很无力 具有同量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明度下的色彩呢 它会看上去阅读的时候会非常不舒服 很不清晰 这个也是我们在以后设计中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用一个黄色的背景 那么你白色的字上面有白色文字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描边或者说你不要用白色的字去表示 黑色的也可以 第四个颜色是芥末色 第五个颜色是土黄色 像这个土黄色有点像这个黄土 在我们这个地区呢有这种黄土 黄土呢它有一种这个泛红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红色的成分比较多 数值在这里 我们要看一个颜色的时候呢 要去看它这个数值去分析它这个数值 占比 每个颜色占比比较多 决定了它的一个色相 麦杆色 也是提起于这个麦杆 古铜色 说到这个古铜色 我们会知道就是很多的照片彰显力量 暖性的这种肌肉的这种照片呢 会通常会修成这个古铜色 看上去既复古又有这种金属 比较硬朗的这么一个感觉 暗黄皮革色 墨色 墨色 象牙色 亚麻色 和棕土色 这三个颜色呢 就是比较常见的 归属于这个黄色系里的一些颜色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黄色的一些表象 那中国古代黄色呢 是高贵的颜色 后来贬异受本文影响 黄色有情色之一 我们一提到这个黄色的时候 大家都不觉儿童呢 会想到这个色情情色的这个概念 那么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呢 在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呢 黄色是非常尊贵的颜色 你平民百姓是不允许使用的 比如老师切的这些图片 像这个龙袍是吧 范爷在嘎那电影节的时候 穿的这事儿行动 非常的吸引目光 因为它代表了一个东方至高的一个颜色 当然我们仔细看会发现在它这个裙子底部的时候呢 是以蓝色的这种波浪 也是中国比较常见的一个元素 这样渐变过来 这样的一个搭配 那么这个就是体现了是说 你黄色也不可能过度的使用 我为了一个平衡 找一个平衡点 在袖口 还有你这个群体尾部的设计的时候 那我会加一些冷色来进来 衬托着你这个尊贵的这种气质 而且你像是彩虹毯的时候 也很好了起到了这种冷暖 视觉上的一个冲突 我们今天呢 常用黄色来指带有明显色情意味的一个东西 对此呢 大家以约定俗称 一样事物只要被冠以黄色二次 往往就是扫黄打黄的对象 而在中国古代 黄色是极为高贵的色彩 是皇家御用的 这个说是受到西方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黄色源于19世纪美国报纸刊登的低俗连环化 代表作就是黄色 后来在国人使用中 低俗的意见渐渐展化为色情 或者说在当时的社会标准来看 低俗的内容已经是色情的内容了 所以这个黄色就被取打成招了 就是一种惯有这种 倾色的这种意味 但是黄色呢 它也有就是积极向上的一些 我们在这可以看到 源于自然的黄色意向 光温暖灿烂美丽 肯定能量 黄金呢带有财富名誉权利 柠檬呢 新鲜开始香味 基础就是 幼稚未成熟新加入的 那泥土黄色呢 可能是怀旧 像古铜色 怀旧 母爱气毒污染脏 源于社会的黄色意向的 旗帜安全 弃权 警示牌 保护危险 像这些警示牌 停车上的 车位移满 然后在这立上一块 因为它的明度是很高的 亮度也亮度是很高的 很显眼 你在一个很暗的环境呢 它依然很很醒目 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那么都知道上马路的时候 看这个红 红绿灯 那我有这个黄灯的时候 黄灯的时候就警示你 在这你就不要再走了 再下去 接下来以后就是这个红灯了 有一个警示的一个作用 它不像红色 说是你看到了危险 马上就要制止 它不是 它只是要再去警示你 警告你 让你警惕加小心 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些这个黄色 和其他颜色的一些组合 比如说这个黄色和黑色 我们会看到这个点菜的这个单 黄色呢 作为一个暗色的伙伴非常的好 怎么怎么是说它有一个特点呢 我在这个黑色的 就是说整体大块的色块 都是这种深色黑色的 为底的时候呢 那么我这个黄色 文字的时候 你要突出的部分 用这个黄色的时候呢 它会跳出来 马上呢 在这个画面上就出现了一个重点 你会重点的会参考 这也是说我作为一个餐厅的 营业者来说 我要抓住的一些东西 主推的一些东西 或者说我认为口碑比较好的一些食品 或者说这个价位比较合适的一些产品 我特意的拿出来 做这个一个 图书 会让我这个消费者呢 迅速的 关注到这些食品上来 是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在这个餐厅的运用中呢 黄色也给人一种非常暖的一种感觉 很温馨 包括这个 VI的一个设计 也是由这个深色和这个黄色组成 大面积的黄色的时候呢 即使在冬天去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这个很温暖 而且这个都是快餐的一些 惯有的一些颜色 明亮 用餐的时候呢 你会感觉这个心情很舒畅 而我们这个 做这个小的这种单样 或者是 生成样的时候呢 我用一些深色的颜色的背景 比如蓝色 黄色和蓝色就配合的很好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它是为了起到这个色彩平衡 我有这个冷色的 也可以有这个暖色的 但是呢 我这个纯度 就是饱和度 会保持一致 同样的一个暴和度 同样的一个明度 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是在这个老师的家里啊 也找到了几件 这个以黄色为主的这样的物件 然后一起来看一下 像这个建户轮 它也是采用了这个黄色 因为它也可以除其他颜色的 但是呢 它选择了这个黄色 黄色呢 跟黑色的这样的一个搭配 很醒目 很有这种运动的一个感觉 像前面这个呢 是MMDOR的一个外包装盒 它也采用了这样的一个黄色 然后在它这个文字的部分呢 我们会发现 套上白边的同时呢 我也增加了这个 黑色或者说深棕色这样的一个颜色 再使用 很醒目 秋力高看到这个黄色的这个贴纸的时候呢 产品介绍的时候 那我肯定会想到黎的颜色就是这个黄 黄色对不对 然后像这个喷骨的颜色呢 上面这部分是红色 红色这样的一个组合 白色和黄色这样的一个一个搭配 所以说黄色虽然说 它是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个贬义 贬义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那其实呢 如果你用的很好的话 它也是一个富有正能量的一个词语 具体这个颜色是看你用在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上 怎么样的去使用它 和它配套的一个颜色 带给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包括这个苏巴尔 这个烤锅上面贴的这一个标签 它也是套在了这个红色 围底这样的一个图片上面 代表这种火焰 代表这种热的这种感觉 最后呢 是这块很卡通的一个塑造金 那它也会在这看见 这是一个儿童的塑造金 然后也会 看上去有这种黄色的添加 和绿色的这样配合的一个使用 有一种童趣幼稚的感觉 这也就是说 黄色所有的一些 带给我们的所有的一些表象 一些特点 一些心理上的一个暗示 我们需要记住这些关键词就可以了 那么这点课呢 就上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收听 我们下节课讲绿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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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